演一部这样的戏我觉得很荣幸 但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去成为一个英雄 只是个很普通的人 但是我觉得消防员是一个 特别是我演的那个角色 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是个英雄 非常感谢这位英雄 挽救了很多生命 啊 挑战太多了 我到现在我的嗓子都没有完全恢复过了 因为在那个 我记得在拍摄的时候 要很多 因为在大爆炸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吵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还原那个现场 就是纯靠吼 吼的同时 烟很大 火很大 就我们都是用真火 然后都放的是真烟 就是很呛很呛 我记得杜江哥 他在现场很多场戏 全是这么演的 但我不知道他配音出来会是什么样 我跟他看的非常感动 真的就是我们拍了几天那个戏以后 我的嗓子也是全是破的 然后全是哑的 然后吸了很多烟 我这半边我就感觉一直 我的嗓子都没有恢复的特别好 就有刺啦刺啦的感觉 那种全身心的那种 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 不会管这么多的 真的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觉得是很颠覆 所以我特别特别期待 就是8月1号上映的时候 能够看到自己在大萤幕里 能够演一部这样的电影 比较惨的霸道总裁 披着霸道总裁外壳的一个小孩 我比较喜欢现代戏吧 古代戏的一个创作的空间和观众观看的想象空间会大一些吧 因为他的年代有的大部分很多是虚拟和架空的 然后是小说改编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观或者价值观 那现代戏呢会相对难一点 在架空的情况下 你怎么想象把它合理 你会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 你要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各方面 又要观众喜欢 又要合理 又要演得很出彩 我觉得是需要 很好的一个 你的一个生活的历练去完成它 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 不像古装戏 可能我只要把我这个性格 我就这么演 比如说我演的之前演的秦王 所有人见到我就要下跪 现代剧里不可能是这样的吧 我走出来人家就全跪下了 就是是一个特殊的特定的一个情景 如果是历史角色 其实我还好没演过这种历史性的人物 如果演的话 我觉得我是真的是要做足功课 感受可能模仿 可能去研究他这历史人物的 他的经历包括他的人物性格 这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大部分时候啊 都会觉得可能遨遥就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越是你扛不住的时候 你是越要到达胜利的时候 我爸有的时候就开导我 他说其实你已经很幸运很幸福了 他说你相比其他人 可能也同样的跟你受的一样的痛苦 但是却没有你这个这么的幸运 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能有些群众演员 同样跟你在烈日下 同样熬的十几个小时 你可能还在拍 人家可能只是在等待 就是我爸就会这么安慰我 所以我每次这个时候就会想想 自己其实相比之下 已经比很多很多 在奋斗的一些演员和奋斗的人来说 已经幸运很多了 我能够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能够去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为什么不能够坚持住 去克服一些困难 去把他演好我的每个角色 我觉得现在才是我演艺生涯的开始 塑造不一样的人物 有更多的好的机会 我觉得才是刚刚开始 像陈道明老师 格尤老师 还有范维老师 我觉得就是和这种前辈合作 就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只有一个打篮球的偶像 NBA的球星叫韦德 不过他已经退役了 他就不打球了 很吸引我的就是他对待 他自己的工作和他的爱好的一种热爱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男人担当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在逆境和绝境当中能够顶起来的 很多人就是说可能在逆境和绝境当中 他就被压垮了 但是他是一个就是可以承受出这一切 然后可以迸发奇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小时候特别想当那种歌手 那时候还不流行偶像组合 只是就选秀歌手 我当时就有记得小时候老在电视机前模仿 特别想去参加这种比赛 但很遗憾就是那时候太小了 然后也没这个条件去去参加 然后才走上了